嗨大家好,我是非常兽秦总有朋友反映说自己喉咙这边总是觉得有东西,吞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感觉吃饭也没什么营养,就是说特别的不舒服 而且就是把胃镜、CT、颈部的踩钮、甲状线的各方面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特别特别的担心 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食股癌的癌痫病变呢 那么其中这个视频就给大家详细谈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那么首先要说明的是,这个东西它和食股癌没多大的关系 因为食股癌的这个吞陷困难,它是一个进行性的吞陷困难 基本上来说,这个食股癌那种吞陷困难只要出现,它只会逐步的加重 从一开始,只是吞不东西,感觉不舒服 到后面,它会慢慢的发展为就不能吃固态的东西 然后不能吃留着的东西,直到任何东西吃不下去 这才是食股癌的一个症状 进行性的吞陷困难,而不是说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 它就有可能是食股癌了 并不是这样子的 那么这个疾病,它是被称为一个霉合器的一个疾病 在中心上是这样认为的 那么如果用西医的角度来说的话 这个疾病叫做一个缓阴部运动障碍 又被称为疫求症,这种症状 它其实在西医的角度来说 认为它是一个咽喉部的这边的这个感觉 过度的敏感 从而导致食咽部和食管上段的阔约机的功能失调 就是这些阔约机了 它出现一个轻微的这种痉软的状态 从而导致总而觉到这个地方有东西存在的一个情况 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这个东西它被称为一个霉合器 它的主要引起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情志不畅 导致的这个甘气瘀解,久而生痰 或者有的人是这个甘于脾虚 不能蕴化,水湿 从而导致痰弦凝聚,痰气相薄 进而导致咽喉部不适的这个情况的一个存在 那么因为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这个疾病呢,是因为我们的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肝阻疏泻 那么肝脏它具有这个疏通,疏畅,调达的这个作用 它是可以保持全身的这个气机 疏通,畅达 从而让这个气机呢 你这个通而不屑,善而不屈的一个作用 那么如果一旦肝气出现异常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肝气上腻 而导致咽部肝气凝结 从而呢,引起痰聚不散的一个情况 导致这个霉合器的一个发生 那么在它的这个形成情况来说 不管是中医和西医来说 都是认为和情绪有着一个莫大的关系 其实这个疾病在日常诊疗中 你会发现很多人他都是 如果他越闲,越想,越紧张,越焦虑 那么这个症状会越明显 反而这些人他要出去工作 或者就是说出去忙其他事 或者情绪特别好的时候 有人就是出去一旅游 这个症状就没了 回家一工作 压力一大 这个症状就又回来了 所以说这个症状 它和情绪有的默切的一个关系 其实用通俗的一个说法 给大家解释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 其实我们的这个各个部位的这种感觉呢 是你的注意力 越往这个地方集中 那么你的感觉会越明显 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实打个比方 就例如你在上班的时候 或者你在上学的时候 您的领导或者您的老师 一直在盯着你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你会不会觉得 是不是我哪没做对 我有点这种坐立不安的这个情况 感觉就是总感觉不舒服 那么其实你的阴部这个部位呢 也是你如果注意力 越往这里集中 那么这个地方的感觉 它会越加的敏感 从而引起这边 辱动的一个异常 其实再换一个角来说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坐着 或者是 就是说你在那里站着 那么你这个时候 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你的这个 屁股下面 或者就放在你的脚上 你会感觉 我这一坐的会儿大了 怎么硌得慌呢 我的这个 立的会儿大了 我的脚 可是我感觉硌得慌 这就是因为你注意力往某个地方越集中 那么那个地方的感觉会越敏感 所导致的 所以说 这个疾病的治疗 很大一部分 一定要治疗你的这个情绪 也就是说 你要把注意力转移过 转移到其他地方 那么如何进行一个治疗呢 其实这个治疗 主要是一个 用药治疗和这个 血味的调理 还有这个 日常生活方面的这个注意事项 那先谈一下用药治疗吧 其实这个用药治疗这方面来说呢 西肺上面 目前来说 并没有一个特别有效的一个药物治疗 如果单从胃肠的这个角度 用药来治疗 治疗的话 主要是以这个调整食管蠕动的这些药物 也就是这个胃肠脑动力药物 主要就是那个摸擦比例 多番利同 依托比例 这一类的调整 增强肠道蠕动的 胃肠道蠕动的这个药物啊 去让你的食管蠕动 变得更加有节律 防止它这个痙攣的情况的一个存在 那么 如果它有的人会伴随一些 反酸了 骚心了 口酸口苦这些症状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使用一些 柠檬保护剂 或者是拉拽之类的这种益酸药 去进行一个辅助治疗 但是 所以就实在 这种治疗 很多人都尝试过 效果不是说特别明显 那么在西医的角度来治疗的话 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说针对它这个病因 可能就会使用一些 抗焦虑的这些药物 去进行治疗 那么这个疾病的治疗呢 主要在中医的角度来说 是以这个 结者 散之 为这个治疗的一个 出发思想的 因为我刚才说了 因为肝气凝结 从而导致不能运化水尸 导致 弹弦凝聚 弹气相搏 从而使得这个 肝气和弹弦凝聚于此处 导致这个疾病的一个发生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只需要让这些东西散去 那么治疗就水到渠成了 那么这个对于这个疾病的 这个气急凝聚 弹气凝聚 应当行气开于 这个降溺化痰 那么这个药物主要就是使用一个 半下后补汤去进行个治疗 那么其中呢 里面的半下可以化至开节 和谓降溺 后谱呢 他可以就是说 行气开于 下气除满 以散凶中之闷气 凶中之志气 所以说两者相配武 则可以就是说 虎降心开 弹降则气机一行 于开则弹着一降 从而导致 从而对这个疾病进行个治疗 那么除了药物的治疗这方面呢 咱们可以再谈一下 其实并不是说所有的疾病 都是一定一定要靠药物的治疗的 我刚才说了 这个地方 它是出现了一个 这种痉弹的情况存在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刺激穴位 使得这个部位 不管是这个弹气 可以就是说散开 或者就是说 可以就是说 你通过刺激穴位 让这个痉弹减轻 都是可以进行个治疗的 那么我们主要治疗这方面呢 可以考虑三个穴位 分别是一个人形 那么人形学位于 喉结两侧 旁开两厘米 我们可以使用视指和拇指 同时按揉两侧的这个人形学 进行环状运动 每次两分钟 直到这个按压的出现这种 酸胀感为佳 长期的这种按压人形学呢 对烟幕不是有的这个 比较良好的治疗效果 然后第二个穴位就是连群穴 连群穴位于下巴顶端 往里两厘米这个部位 可以使用这个中指指腹 这样按揉这个连群穴 可以做环状运动 也是每次两分钟 直到有酸胀感为佳 此穴位呢 可以这个利喉苏舌 开窍除痰的一个作用 然后第三个穴位 就是天突穴 天突穴位于胸骨上窝 上窝的这个凹陷处 使用中指指腹 按压这个天突穴 做环状运动 也是每次两分钟 直到有这个酸胀的感为止 那么这个天突穴了 它是一个认脉上的一个学位 认脉与阴违学 交汇之海 总认六金经 可以调节全身的这个阴经的精气 那么任脉和阴为脉 交汇于阴侯部 故而你多揉揉 这个天突穴和有效的治疗 这个阴不不适 其实对于阴影的治疗 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 那么谈完了用药和学位的治疗之外 我们就要谈一下 日常生活这方面的条理了 我刚才说了 它和你的情绪 注意力的国度集中 有着非常大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 一定一定要放松自己的情绪 工作紧张 焦虑情绪不佳 或者闲暇的时候呢 不要整天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也不要总是想的 这东西和一个室外有关系 这个东西 它说白了 就是你感觉方面 心理方面的一个问题 所导致的必要的时候 可以去找一下心理科 进行一个咨询治疗这方面 另外一方面 没事增加一下自己的运动 出去散散步 散散心 都是有助于一个治疗的 另外一方面 一定要记住 解烟解酒 其实 烟酒这方面的东西来说 咱们不说 它是一个直接刺激之外 其实它在进入到你的血液之中之后 也会引起你 不管是食管 胃的乳动的异常 另外一方面 它会引起 就是说各种消化液 各种体液的分泌的异常 从而加重这个症状 所以说 因有这方面能戒了 还是戒了 最好 那么 关于这个煤和气的治疗 基本上就是这些了 最关键的还是那句话 放松一点 没事的 这个疾病 其实 不管是中医和西医来说 都考虑和你过度紧张 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情绪是治疗这个疾病的第一要素 最根本的重点就在于您的情绪 那么这个视频就说这么多了 也谢谢大家观看 再见